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店铺的绩效 问题回复 以及建立国际商品链接 最后会讲到的是关于如何在后台开case 给客服寻求客服人员的帮助 我们在讲这个亚马逊后台界面之前 首先我们得解决一个问题 那就是我们的后台怎么样去登录 因为后台界面的登录和前台界面网站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在这里给大家介绍两种登录后台的方法 第一个就是通过前台的入口登录亚马逊的后台界面 首先我们选择亚马逊的前台的任意一个页面 然后把这个鼠标拉到make money with our的界面 点击sell on amazon 在亚马逊上面销售商品 其实呢这是一个账号申请的页面 就我们可以从这个地方start selling 去注册亚马逊的账号 但如果我们已经有一个账号呢 可以点击sign to your seller account 填入账号跟密码 点击登录就可以了 那么还有一种方法呢 它的这个操作就更为简单 我们直接把这个网址哈 就是我们把这个网址记一下 因为它是一个工具网站 一个导航网站 3w.amze23.com 这是一个亚马逊的导航网站 里面很多以后我们可能会用到的工具啊 或者网址链接比如关键词工具啊 它销量的工具啊 日本站的工具啊等等 我们是哪一个 我们要登录哪一个后台呢 直接点开这个按钮就可以了 比如是美国后台 英国后台 或者德国后台 直接可以在这里面勾选 点击 其实它的这个 登录网址是一样的 输入邮箱和密码就可以了 还有一个需要大家注意的情况是 我们在登录账号的时候 每一次退出级登录呢 亚马逊都会给我们的手机 发送一个六位数的验证码 当然了你也可以点击 在此设备上无需验证 因为这其实是亚马逊为了提高 我们账号的安全考虑的 所以需要有一个电话号码的协助 OK 那么这就是关于 登录账号的一个流程的分享 那我们从第一点开始来讲起 首先呢 是讲到这个 亚马逊后台的 八大按钮 第一个按钮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箭头指导的方向 目录这个页面呢 它是一个亚马逊的产品上传界面 但是呢 这个上传界面呢 它比较特殊 它是一个可以补全草稿 也就是一个草稿箱的功能 以前我们在亚马逊上面 上传产品的时候呢 是要不就不上传 要不就全部一次性上传完成 但这个目录呢 给了我们一个可以打草稿的空间 而且它仅仅就有这个功能 那接下来呢 是库存 库存下面的这个按钮呢 其实我们用的是最多的 里面涉及到的是产品的管理库存页面 大家会发现啊 我们首页是没有任何的产品呈现的 所有的产品呢 均在这个管理库存页面 在管理库存下面呈现啊 所有的商品 以及对商品所做的任何的指令 比如说增加库存 降低价格等产品的编辑 也都是在这个页面去显示的 那好 那第二个 常用到的库存下的按钮是哪个呢 是添加新商品 我们一件产品 通过亚马逊后台进行上传呢 是在这个按钮下完成的 添加商品呢 它有两种形式 第一种呢 是发布一件新商品 大家注意这里的提示 首先搜索亚马逊商品目录 这个提示啊 它这个搜索框里面有包括 搜索商品名称以及UBC码 所以这指代的是 亚马逊本身已经存在的一件商品 所以啊 这个输入框啊 它是更卖的按钮 而且一个全新的商品呢 它在最开始是没有创建新商品 这个按钮的 你需要尝试着去输入一个商品 或者说输入一个关键词 才能激活这个创建新商品信息 当然了 如果我们要在后台上传我们自己的产品呢 是点击创建新商品信息 然后在类目下面选择对应的大类 以及子类进行产品的上传 我首先给大家简单的浏览一下 产品的上传界面呢 其实非常简单 纯英文 因为大家发现 所有的我们的后台界面 其实都可以翻译成各种语言 包括中文啊 英文啊 德语啊 甚至韩语 但是呢 所有的后台界面 在编辑产品页呢 它默认都是全英文的 全英文 这是第二个我们经常用到的按钮 第三个呢 是批量上传商品 假如我们的产品SK有比较多 或者说产品的变体比较多 子体也很多的情况下呢 我们可以选择批量上传商品来上传 因为这样的话 可以极大程度的减少我们的工作量 批量上传的一个步骤呢 其实就是通过下载关键词 通过下载产品的上传模板 然后在本地添加这些产品的信息 进行上传 这里我就没有做太多的介绍了 第三个是关于产品的定价 所有的产品佣金 都是在这个定价里面 获知的亚马逊的这个产品 从8%到20%不等的佣金 通过这个地方可以查看 不同产品 它的收费标准是什么样子的 那第四个按钮呢 应该是所有的卖家 最关心的一个按钮 因为它这里面呈现的是 店铺里面所有的订单状态 订单状态里面 它有一个管理订单 但因为我们是一个 我们是一个 说得上是教学账号啊 所以我们的产品 所以我们的店铺里面呢 是没有订单的 OK 那么第五个按钮呢 它里面所涉及到的 运营的模块呀 是非常多的 在这里跟大家详细的 讲解一下 首先呢 是广告下的一个 广告活动管理 我们所有的做的 PPC广告 或者说一些 这个广告设置呢 在广告活动管理处体现 我们要做广告 不管是做自动广告 还是做手动广告 都是在这个页面完成的 那么第二个按钮呢 是亚马逊的图文 图文版品牌描述 这个图文版品牌描述 它英文叫做A加Page 所以呢 它是一个品牌备案的入口 如果我们的产品 拥有了一个 已经注册完成的R标 可以通过向亚马逊申请 品牌备案来做图文详细页面 也就是我们的这个产品 它的这个界面 和我们普通的产品界面 是不一样的 给大家点开一个 A加界面的产品 A加界面的产品呢 它的文案就会非常丰富 它有图片和文字统一呈现 而如果是一个普通的商品 没有品牌备案 那么它的Description呢 就非常的简单 它只有纯文字的描述 所以如果大家要增加 这个产品的转化率啊 可以通过申请品牌备案 来完成 那第三个呢 是亚马逊的早期评论人 早期评论人呢 是去年 去年推出来的一项功能啊 2017年推出来的 那么它的一个作用呢 是可以让亚马逊 帮我们完成这个产品的测评 这个测评的条件呢 首先第一个 是我们必须要用 品牌备案 这个产品必须要做好 品牌备案 第二个要求呢 是这个产品的售价 必须高于15美金 第三个呢 是这个产品的review数量 不得高于5个 如果已经超过5个的话 亚马逊将不会为我们做这个测评 除了这三个条件以外呢 测评不是免费 它会收取60美金左右的一个费用 一个额外的费用 来进行早期评论人计划的一个测评工作 那第四个选项 第四个按钮呢 是秒杀的按钮 这个秒杀呢 是我们上期说到的 lighting deal 也就是闪电秒杀 它的维持时间呢 是美国占六个小时 欧洲占四个小时 是需要花钱的 而且呢 这个秒杀呢 我们不能主动申请 它是一个被动选择 当然我们的产品满足了 亚马逊秒杀的条件 亚马逊会发过来邮件 发过来邮件以后呢 我们确认 可以填写这个 秒杀的库存 以及秒杀的最终价格 然后提前提交 提交完了以后呢 到了相应的这个时间 就可以参加秒杀了 OK 这是关于秒杀的一个分享 第五个呢 是优惠券 它的英文叫做Coopers 也是我上一期 在讲这个秒杀界面的时候 分享过的 它的这个优惠券的门槛呢 是比较低的 一般来说呢 是针对一些 比较大的折扣的一个优惠呢 是比较能够提升页面的转化率的 它的要求呢 只有一个 我们产品的星级评分 一定要高于3.5个 最后一个呢 是管理促销 管理促销和PPC广告 可以称得上是 我们在站内运营里面 做引流手段的一种 非常手段了 促销呢 是通过 通过几种方式来进行 这个设置的 最常见的呢 有免油 免运费的一个设置 以及购买折扣 买产品 打多少折扣 以及买一送一 Buy one get one的一种形式 当然了 还有包括亚马逊抽奖 的一些形式 那最后呢 再给大家捋一下 前面我们说到过的一个Buy Box 那Buy Box我们知道 它是由绩效和 你是否发FBA来决定的 但是呢 它在我们后期运营过程中呢 也扮演着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那也就是说 如果我们想要给产品做促销 或者说做广告的话呢 它首先要达到的第一个 要求就是拥有到黄金购物车 所以如果没有黄金购物车的产品 它是不可以做广告 以及促销活动的 OK 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了解一下 第五六个按钮 叫做管理店铺 其实管理店铺啊 跟它的名字 跟它的名字啊 联系不到一块去 这是一个创建品牌旗舰店的地方 创建品牌旗舰店的地方 OK 那么 接下来呢 我们讲到的是 关于这个 数据报告 这个数据报告里面呢 其实它提到内容比较多啊 第一个就是付款 亚马逊的所有付款信息 是会在数据报告里面 进行呈现的 关系到我们的这个 回款的数目和金额 当然了 这个回款的金额呢 其实是我们账户里面的余额 是除掉了 月租费用或者广告费用 以及佣金以外的 所有的余额 当然了 也包括配送费用 亚马逊的这个回款周期呢 是比较的快的 如果是普通的塞了账号呢 回款周期是14天 而且这个14天呢 其实是上传物流单号的14天 特别是自发货的产品 可能我们的商品还没有到消费者手里 但是我们已经收到亚马逊 发给我们的一个付款信息了 所以 这是跟淘宝不一样的一个地方 除此之外呢 亚马逊的一个business report 也就是业务报告 也是我们值得注意的地方 这里面体现的是产品的一个 曝光点击转化的一些相关的数据信息 比如我们举个例子 这个点开某一个数据 产品的访问次数 以及产品的这个访问次数百分比 以及浏览次数 这个访问次数呢 是按照买家的这个账号来进行计算的 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unicorn view 它是以买家的这个账号登录为准的 而页面浏览次数呢 指的是page view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的这个客户 他在浏览页面的时候 有页面刷新 或者说有重复反复的登录进去 我们这个页面呢 是会叠加算取的 一般来说 买家访问次数是会低于页面访问次数的 ok 页面浏览次数的百分比 以及购买按钮赢得率 这个购买按钮赢得率啊 其实就是购物车的一个在线时间 或者说获得的时间 这个亚马逊的应用商店呢 其实是最近才推出来的 因为它所有的功能都处于在 完善优化的阶段 所以说我们今天 不会涉及到讲到这个板块 那最后一个呢 是亚马逊的B2B平台 也就是针对企业买家 我们卖家可以开通B2B的功能 设置一个更加优惠的批量 采购价 也叫做亚马逊的B2B三层 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分享一下 关于订单的这个状态啊 订单状态中 有一种状态是比较特殊 叫做pending状态下的订单 也就是等待中的订单 什么意思呢 就是消费者拍下了 但是还没有付款的这种订单 一般来说呢 我们不用管它 第二个呢 就是未发货的优先配送的订单 这种订单一般针对的是 Prime的产品 也就是FBA的产品 未发货 退款请求的商品 这个大家从字面印象 应该能够了解到 除了这些订单状态以外呢 亚马逊的这个配送呢 它是分两种的 第一种是 卖家自行配送 也就是我们说的 FBM Manufacture Fulfillment by Manufacture 第二种呢 是亚马逊配送 Fulfillment by Amazon 一般来说呢 亚马逊配送的订单呢 我们不需要去管它 订单完成以后呢 亚马逊会自动签收 下了订单以后呢 亚马逊会自动发货 而卖家自行配送的订单呢 我们就必须要注意了 默认一般来说是 两天内上传物流单号 而且是自燃日 它这里就不算说 这个双修啊 什么之类的 那么 第三个是 关于我们绩效影响的 几大因素 首先啊 绩效影响的因素 第一个呢 是买家消息 亚马逊是没有所谓 售钱的 它跟淘宝的这个 线上销售是 有一点点不一样的 很多在淘宝上面 购物的买家呢 他会去主动询问 电小二或者客服 这个产品怎么样 这个产品怎么样去使用 这个产品合不合适我 但是海外的 但是美国的消费者 或者说我们海外的消费者呢 其实他更 更喜欢自主的去进行购物 所以呢 就省去了 这种售钱的服务 而如果是消费者 购买了这个产品呢 他就有了一个通道 可以跟卖家进行联系 这种消费者发过来的 email或者发过来的消息呢 我们是要在24小时 回复它的 而且是自然日 也就是周六周天 你必须得周一周二 就给它发过去 这样子 如果推迟发送 或说没有发送呢 直接会影响到 我们的这个店铺绩效 那第二个影响 店铺绩效的呢 是亚马逊的商城交易 保障索赔 也就是我们经常说到的 A to Z 第二个影响的因素呢 是亚马逊商城交易索赔 我们简单的会叫它 A to Z 什么意思呢 就是亚马逊对于这个产品 不满意 邀请亚马逊 或者说把这个问题 交给亚马逊来进行处理 亚马逊来进行定夺 看到底是将这个问题 判给谁 谁是这个责任的承担方 这是第一 二个 A to Z 对于店铺的绩效影响 是非常大的 所以一般来说呢 我们的客户 是要小心服务 尽量的降低 这种A to Z的概率 最后一个呢 是服务卡 聚付索赔 这个服务卡聚付索赔呢 其实就是消费者 通过向他授权的这个银行 或者绑定的银行 提出聚付指令 然后银行里面 向亚马逊 提出一个聚付索赔的 这样的一个过程 但一般来说 很少发生这种情况 既然说到了 影响店铺绩效的几种因素 那我们详细的来讲解一下 影响店铺绩效的几大因素 其实呢 绝大多数影响店铺绩效的 是我们自发货的商品 影响店铺绩效的第一大因素呢 是订单缺陷率 这订单缺陷率呢 分为三个方面 第一个呢 是负面反馈率 也就是差评 这个差评指的是feedback 不是review啊 是feedback 第二个呢 是已提交的 亚马逊商城交易索赔 也就是已经提交的 A to Z的这种纠纷 这种已提交的A to Z的纠纷 第三个呢 就是服务性聚附率 服务性聚附率指的是 消费者已经拍下了这个产品 但是拒绝付款 没有付款的商品 跑单了 那这三个合起来的 这三个因素 它加起来的一个百分比 应该保证在1%以内 1%以内 如果太高了 5% 10% 是直接会影响到店铺绩效的 那么影响店铺绩效 或者店铺健康状况的 第二大因素呢 是退货不满意率 这个退货不满意率呢 包括负面退货反馈率 消费者退货了 它的退货原因是因为 比如商品预描述不符 这个商品质量问题等等的 负面的反馈 第二个呢 是延迟回复率 消费者发过来的邮件 我们没有在指定的时间 24小时之内回复 也会影响到 这个绩效方面 第三个呢 是无效拒负率 这个无效拒负率呢 也是会影响到店铺绩效的 什么意思呢 亚马逊提出 亚马逊的消费者 提出拒负 被卖家拒绝了 那这个时候呢 亚马逊的买家 他可以强行的要求 亚马逊介入来评判 到底这个问题 是这个产品 或者这个订单 应不应该退款的 这样的一种过程 那么这三个因素 它的一个目标值呢 必须保证在10%以内 最后呢 是买家与卖家联系的指标 这个都是 有一个数据的 比如说7天以内 30天以内 我们回复的次数 和回复的时间 那接下来呢 是最近的卖家指标数据 这个卖家指标数据呢 分为取消率 迟发率和退款率 取消率指的是 消费者在购买订单以后 4个小时之内取消的 这是合理的情况 但如果说超过4个小时 他就必须得借助 卖家的一个允许 来进行取消订单 而如果说超过 4个小时取消的订单呢 他会算在绩效的取消率里面 第二个是迟发率 亚马逊的正常的发货时间 是两天 如果说我们卖家 推迟了这个时间 是会影响到 店铺的这个持发率的 最后一个是退款率 这其中的一个比率呢 取消率是必须控制在 2.5%以内 持发率呢 必须控制在4%以内 以上呢 是所有影响店铺绩效 店铺健康状况的 一些因素 希望大家能够 在日后的操作中 小心操作 十分注意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来了解一下 我们右半边的一个部分 首先是预付一览 这个应该不用我说 大家也知道 是一个体现账户余额的地方 那第二个呢 是管理您的问题日志 这是一个什么板块呢 我们在店铺运营过程中呢 会经常的 跟客服人员进行沟通 包括以电话的形式进行沟通 以邮件的形式进行沟通 如果是以邮件形式沟通的 那么它所有的邮件往来 都是会体现在这个问题日志里面的 那第三个呢 是销售概览 我相信大家并不陌生 这是一个 过去一个月半个月 一个星期的产品的销量 以及销售额的情况 那接下来呢 再给大家分享一个 在亚马逊上面操作产品的小技巧 亚马逊的商品呢 它是分站点的 比如说加拿大 美国 墨西哥 或者说德国 英国 它的产品是分开呈现的 因为它已经是不同的国家 及不同的站点了 但是我们可不可以实现 在美国站上传的产品 同步到加拿大 墨西哥 甚至是日本 英国 德国呢 实际上是可以的 只是需要我们启动一个功能 叫做建立国际商品链接 首先呢 选择开始使用这个功能 然后选择目标商城 我们这里可以选择 美国 北美站 我们选择 这个目标商城是美国站 然后直接导入到欧洲站 那这个时候呢 保存并继续以后 我们在北美站上传的商品 它会同步到加拿大 墨西哥 以及欧洲其他的几个站点 是不是非常方便呢 但是虽然功能方便 我们有没有想过这样的一个问题 就是美国 英国 或者德国 日本 加拿 日本墨西哥 他们几个国家的语言使用是不一样的 美国使用英语 德国 读语 法语 西班牙语 对吧 等等 这些语言 其实如果说搬运过去以后呢 它只是完成了一个货物搬运的工作 但是它并没有做一个listing的一个翻译的优化 所以可能我们从美国站导入的商品 如果在墨西哥里面呈现的话呢 它可能会翻译的不够通顺 这个时候呢 需要我们将这个文案的进行优化 造加修饰 才可以 接下来呢 我们讲本期的最后一个内容 怎么样去寻求客服人员的帮助 或者说在后台联系客服人员 首先呢 我们点击这个获得支持 获得支持以后呢 它会有不同的主题 比如说是因为店铺里面的一些信息 或者说是因为品牌旗舰店和广告的问题 一般来说我们取代多数的问题都是开店的问题 然后输入一个主题 比如订单 订单的问题 然后点击获得帮助 输入完我们要询问的问题以后 那么就会出现很多的主题 比如说买家和订单的问题 以及亚马逊物流的问题 或者说是商品与库存的问题 不同的问题是由不同的客服人员来进行回答的 不同的问题呢 它处理方式也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订单的问题 那么它的最快的解决方案呢 是你告诉他你的订单的一个编号 OK 那再也比如说是因为其他的这个买家和订单问题呢 那么它有一个最快的解决方案 也是最常见的解决方案 当然呢 也可以直接联系客服人员 有三种联系的方式 第一种呢 是通过电子邮箱 这种效率是比较慢的 因为它是回复时间是24个小时 而且是工作日 他们是双休止的 OK 那么第二种呢 是通过电话的形式进行沟通 这种是最直接 而且是最省事的 直接输入电话号码 亚马逊就会有一个坐机 或者说是一个固定电话拨过来 它是一个单线通话的 所以是我们直接等着电话来就可以了 那最后一个呢 是聊天 点击聊 立即聊天以后呢 马上就会弹出一个窗口 工作人员 或者说这个客服人员呢 就会对我们的这个问题进行回复 或者说对我们的问题进行询问 那么这就是三种不同的开case的方式 一种是电子邮箱 第二种是通过电话 第三个呢 是通过聊天的方式 以上呢 是我们了解后台的 这个章节的全部内容 其实讲到的内容呢 大家需要自己去消化一下 去熟悉一下后台 主要讲到的呢 是前台的这个首页的八大按钮 订单状态 以及影响店铺绩效的几大因素 最后呢 讲到了一个建立国际商品信息的一个 操作方法 以及如何向亚马逊的客服人员开case 寻求帮助 OK 那么今天的这个分享呢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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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这一条